我也其實大陸也沒什麼市場 說沒辦法去大陸 他要放棄大陸的市場 一般都是沒有市場 才會這樣說 跟著這個風向走 為了賺錢 各位微報您 康康重返電視 接下來黃金時段全新綜藝 綜藝一集棒 因為我以前五六節目的時候 剩下三個的時候 我就問高大哥說 高大哥怎麼辦 我節目越來越少 他說沒關係 有一天 你會連一個都沒有 真的 那時候我說怎麼可能 結果真的有一天 很多節目都沒有 以前 對 大概維持十年 月入 維持十年 那個時候因為 有週日八點檔 綜藝大哥大 大家來說笑 康康嚇一跳 還有什麼運動會 大明星運動會 都是全盛時期 還出唱片 因為我們這都是吃老本 現在收入還可以 因為我剛從新加坡 做了兩場直播 然後我下個月 可能還要去菲律賓 做賭場 我說的吃老本 不是說吃以前的 就說我現在 就算沒有節目 但是走到哪裡 大家還是說 欸 康康還是有一些活動 代言也是有 我主持費降很多 因為我們做這一個節目 主要是要製作費 就管 那我就覺得說 還是有別的地方有收入 那先把這個舞台贊助 我回去有跟我太太講 我說那個 主持費用好像 有一點不理想 我太太說 當然啦 人家如果有很多錢 人家就找胡瓜 找... 怎麼會找你 外面那個活動降更多 大丈夫 能屈能伸 應該 差不多了 其實我是最沒有立場講的 因為我太太是杭州姑娘 對啊 我要表態什麼都不對啊 我也其實 大陸也沒什麼市場 他在那邊有市場 我們就是祝福他 不要說看人家有錢賺 就說... 說人家 說沒辦法去大陸 他要放棄大陸的市場 一般都是 沒有市場才會這樣說 因為大陸的市場 很大很大 幾億的人民幣 很多人他才會去 去跟著這個風向走 為了賺錢 現在跟農民的老年 其實很久沒聯絡了 這個時候呢 你去雪中送炭也不對 如果真的是有那個受害人 他也會說 你做不對 你在雪中送炭 你去火上加油也不對 因為也曾經是好朋友嘛 做不對的事 你就是要接受法律的制裁 所以大家都要小心 不要被抓到 不是啊 不要犯錯